目前有透露一點點的那些朋友們都叫我不要做 所以我決定 我不要理那些叫我不要做的朋友們 我就是要做 欸你們知道要去哪裡才可以學打call啊 我們想要去上那個課欸 然後學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出一團 然後去日本 然後看演唱會 因為他有一些動作 其實是蠻難的吧 然後就是要跟上 例如說什麼樣的節奏 是要打什麼樣的姿勢 而且重點是你學打call 那個還可以練心肺 就是因為他那個會很喘 所以就可以抵掉一些運動用的扣打 現在沒加圈新企劃就去學打call了 喔幹白痴 因為我們不是有一個賭注嗎 就是菜哥 我這樣會不會算爆他雷 他已經有公佈他自己結果怎麼樣了嗎 有影片閃過一下下 但總之他之後應該還是會再發影片跟大家講 但反正就是有一件事情 很好笑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年底前 我們不是縣蔡美嘉軒說 就是要看他有沒有就是練到腹肌嘛 就如果他沒有練到腹肌的話呢 他就要幫我們出去北海道機票 然後結果後來 因為今年就開始要安排一些時間去 可是因為去年有點出太多國了 我又覺得有點懶 所以那天他們在對時間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就說 就是還有確定要去嗎 要的家家這樣子 我說如果蔡怡紅真的也要幫我們買機票的話 我再去好了 哈哈哈哈 但是怎麼樣呢 詳情可以看他之後發的影片 但是本正他已經有稍微先公佈一下啦 他最後應該算是有成功這樣子 然後他就直接發在群組裡面 然後我就說 幹好虧喔 我說沒有免費機票 我不想去了 在那邊說 幹嘛貪小便宜 我就說我現在就想貪小便宜啊 本來以為會有免費的機票 我現在沒有真的好虧喔 蔡哥到底在幹嘛 蔡哥就在鍛煉身體 我覺得蠻好的欸 因為以前其實我也有點看不懂他在幹嘛 但是後來開始跟他有一些 這個友誼上的相處 就我們比較常出來聚餐啊 聊天什麼的 我就才知道 欸其實他真的是每一年都給自己一些目標 然後他真的就是會往這個目標去做 像我覺得我這兩年 也是有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都有一點像是 只充實況嘛這樣子 但是都不太會給自己一些什麼其他的目標 頂多就是會說 欸流量要達到多少什麼的很膚淺 但是後來就我才發現 喔這樣子總有一天 你是會很疲乏的 就是你應該就是每一年 都要給自己一些新的事情做 像蔡哥他的年度目標 例如說他之前好像有一年是 好好沉澱年 然後有一年是FIT年 就是瘋狂FIT 然後2023年就是健身年 所以他就是一直健身 然後隱控什麼 最後要練出腹肌 然後我就覺得欸 我好像也可以弄弄看 類似這種目標 因為我之前就都是流量啊 或是什麼的 反正後來就有點覺得 想要做新的事情的時候 就有點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因為反而之前累積的東西 可能例如說現在不是就是很流行 就是在網路上做媒體 做行銷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之前累積的東西 欸都在網路上 所以就變成之前有累積了之後 我現在要做什麼 好像都可以 例如說我現在要拍影片也可以啊 要開實況也可以啊 要開團購也可以啊 要做IG圖文也可以啊 做FB短影片也可以啊 但難題就來了 做什麼都可以 最後就會變成 哇靠那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是去年也是花了蠻長的時間 在想說我今年要幹嘛 我覺得我2023年算是就是休息年吧 就是好好休息 然後好好想一下自己之後要幹嘛 所以我2024年算是有 決定一個目標 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做 但這件事情呢 我還不敢講 因為這件事情 跟我原本做的事情 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跟很多人講的時候 幾乎都被唱衰 但是 因為我這陣子也認識了非常多算命啊 或是看星盤的老師啊 或是什麼的 我又問他們 我就說老師 你們覺得我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他們幾乎都說 叫我不要問別的意見 他們就說 你覺得可以 那你就是可以 因為你這個人 你就是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覺 他們就說我就是一個超怪的人 所以我不論問別人什麼事情 我最後都不會得到 我想要聽的結果 因為那些人 根本完全不懂我想要做什麼 他們還甚至叫我不要 再去找他們問問題咧 超卡的 但除了算命的老師之外 其他的 目前有透露一點點的那些朋友們 都叫我不要做 所以我決定 我不要理那些叫我不要做的朋友們 我就是要做 減少年算出基隆東會被NT啊 真的假的 什麼時候 在哪裡啊 我想看 東哥的流年大揭秘 前面那不重要 他說 薰房色情美人妓 一年屬海籍名譽 他不講廢話嗎 他沒 你 你 你每年都要笑我啦 跟你講 我是上面是看你的臉也知道吧 你都看你的臉 是不是被我影響 我猜這種東西應該在被天法以後開始信 我覺得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還蠻好 因為有的時候他真的就是在你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生想要轉變方向 或者是你一定會有需要找人聊天的時候吧 我覺得就還蠻適合去找一些你信任的老師 或者是你真的是求成拜佛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不是神給你的答案 是你的潜意識給你的答案 你就真的可以很安心的往你的潜意識那邊走 你知道我覺得這是一個聊天的過程 就是他不是真的說欸我去算 然後我被算出來什麼 然後我相信這個 我覺得不是 他就是一個你會聽到你自己心裡面的那個聲音的答案 或者是你被統一的時候你心裡會有個問題 就是蛤真的要做嗎 例如說減少年叫我生龍子 蛤要嗎要生嗎 那不就是不要嘛 有疑惑就是不要啊 如果你被人家反對你還是很堅持要做 那你就想做嘛 那你就做啊 對嗎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跟被算出來好像沒什麼關係 有一點是你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你找到了你自己的答案 對我來說算命比較像是這種感覺 蛤啊不生龍子喔 靠北喔 我大概知道我沒有 不想那麼快生小孩 同一天來明年一定還有 我肯定是被這邊來律 他事業長生一下 我再跟他說不要 我可以幫你細化這個什麼時候桃花節 你明年農曆三月桃花特別旺 農曆三月是國曆四月 應該是精神上 國曆應該是四月 然後你農曆五月迎來人生巨大的變 喔 喔 這個工作在遠方有機會很棒 超準 而且我們事情超屌 因為這個事情中了之後 2024 人生重大轉變 因為我們國曆四月 就是明年的農曆三月國曆四月 我們要去日本 哈哈哈哈 喔 超準 遠方的桃花 遠方的桃花 哈哈哈哈 有欸 有 我還去聽起來的 哈哈哈哈 欸對 你能不去嗎 你能不去好還不去好 當然你想去日本咩 你農曆五月的人生以南巨大的 那你就想做嘛 但是問題是 我也有請那個欸 因為反正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奇妙 我不是12月24號被求婚嗎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欸那我好像可以請減少年來幫我算一下 就是2024年有哪一些是好日子 然後可以來安排一下事情 然後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問他 我一直都就是覺得 啊就放著 就是等到我真的想問 或是覺得非問不可的時候 然後我再來問 然後結果後來 媽的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開工日 他突然給我傳一個廢圖 就是你們去藥局 就是好像有一個保健食品 叫貝莉莓 就是某一種保健食品 然後他的貝是貝樹的貝 然後他今天就突然傳這個給我 他就在那邊哈哈 我說好無聊喔 但是在這之前 我跟他就是私底下 是完全沒有聯絡的喔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他都已經問我 那我就順便問他 要不要幫我算日子好了 然後他就直接說好 我可以覺得這件事情很奇妙 好像就是 你是心裡想的某一件事情 他好像就是不知不覺間 就會默默的潛移默化發生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是給他水 我就說老師 要不要拍一支影片 幫我算量成吉日 他說哈哈 你說什麼時候登記嗎 可以啊 我說那拍在你那邊好不 我懶得出片 我只要那一天 可以拍一支短片 我就OK了 好啦 今天就這樣子 宅尤娜啦 睡吧 你這個時事 我 Wednesday 停 我愛你 vide 我